今天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 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一章 约翰福音第一章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拆来的 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 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纳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 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人 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 也不是从仁义生的,乃是从神生的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 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 犹太人从耶路撒冷 拆祭司和立位人到约翰那里 问他说,你是谁 他就明说,并不隐瞒 明说,我不是基督 他们又问他说 这样,你是谁呢? 是以利亚吗? 他说,我不是 是那先知吗? 他回答说,不是 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 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 你自己说,你是谁 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 有人声喊着说 修止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 那些人是法利赛人拆来的 他们就问他说 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 也不是那先知 为什么施洗呢? 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 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 是你们不认识的 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 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 这是在约翰 这是在约旦河外 博大尼 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 此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 就说,看哪,神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这就是我曾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来在我以前 我先前不认识他 如今我来用水施洗 为要叫他写明给以色列人 约翰又做见证说 我曾看见圣灵 仿佛鸽子从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认识他 只是那拆我来用水施洗的 对我说 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 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 我看见了 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 在次日 约翰同两个门徒 站在那里 他见耶稣行走 就说 看哪 这是神的羔羊 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 就跟从了耶稣 耶稣转过身来 看见他们跟着 就问他们说 你们要什么 他们说 拉比在哪里住 拉比翻出来 就是夫子 耶稣说 你们来看 他们就去看他 在哪里住 这一天便与他同住 那时约有身正了 听见约翰的话 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 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 安德烈 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 对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弥赛亚翻出来 就是基督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 耶稣看着他 说 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 你要称为基法 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有次日 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见腓力 就对他说 来跟从我吧 这腓力是伯塞大人 和安德烈 彼得同城 腓力找着拿弹业 对他说 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 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 我们遇见了 就是约瑟的儿子 拿撒勒人耶稣 拿弹业对他说 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 腓力说 你来看 耶稣看见拿弹业来 就指着他说 看哪 这是个真以色列人 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 拿弹业对耶稣说 你从哪里知道我呢 耶稣回答说 腓力还没有招呼你 你在无花果树底下 我就看见你了 拿弹业说 拉比 你是神的儿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稣对他说 因为我说 在无花果树底下 看见你 你就信吗 你将要看见 比这更大的事 又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 神的使者上去下来 在人子身上 着母亲的儿子 尘 赚 你 那